而在花蓮竟然也出現了大樓 竟然導致臨近底層下陷 房屋傾斜的情況 根據民眾指出 就位在這個花蓮市區光復街 由於向下開 導致緊鄰的五戶民宅 也都出現了房屋傾斜下陷 分水管線扯斷的情況 將籃球放在地面 竟然迅速滾到了另一頭 屋內地板嚴重傾斜 這是位在花蓮市區光復街上的一處民宅 竟然也出現疑似 因為隔壁大樓興建案向下開挖 導致側面緊鄰的五戶民宅 出現房屋傾斜下陷 拿起大火機測量比對 牆面與天花板出現10公分左右的裂縫 而屋頂上方的鐵皮 也因為傾斜直接扯破 下大雨時 因為後方屋簷裂縫封起來 導致水從底下滲透進屋內 淹起了大水 屋主實在受不了 最後向縣府陳情立案 這個地上九層地下一層的建案 去年10月左右開始動工 12月底污水管線傾斜拉斷 出現一系列狀況 雖然之前工地主任都有來關心 但至今狀況仍然沒有解決 當然會啊 因為我們這還要營業 等一下客人上廁所想說 酒怎麼還沒喝 頭就暈了 在第一時間我們就會通知 這個建案的這個 起造人 承造人跟監造人 讓他們去確實了解民眾反應的這個問題 那我們通常也會要求他們提出 民眾反應這個零損事件的一個鑑定報告 但目前為止 建商不但沒有回應 也沒有派人處理 受損領戶就怕再繼續施工 會成了大使民宅的翻版 記者實力請李佩禪 花臉報導